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以一位目者的角色透过回顾历史 赋予以色列文要守约外主 身边的一章六至四章四十节 是摩西的第一篇演讲词 内容是历史回顾 一章十九至四十六记载加底斯巴尼亚事件 比较起来 一章四十六节一节经文 便已经概括了三十八年的历史 但短短十几日的加底斯事件 作者却用了二十多节来描述 上文一章十九至二十五节 摩西回忆在加底斯事件之前 以色列的前途本来是一片光明的 百姓已经来到英许地的边界 只要跟从神的命令 想去加南地就能得地为业 但百姓提意派人去探地 于是十二位探子用了四十日的时间 回来报告说 哪是美地 今天思想的经文 就是在探子回报后发生的事情 内容可以分为四段 二十六至三十三节 是百姓对探子回报的反应 三十四至四十节 是神对不信百姓的回应 四十一至四十五节 是百姓不自量力地进军 以及四十六节一句结语 加底斯事件是以色列命运的转列点 由成功在望 变成初陀了近四十年的岁月 深远我们从他们惨痛的教训里面 得着深刻的提醒 第一段百姓对探子回报的反应 二十六至三十三节 摩西精简地用了三句说话 描述百姓的反应 不肯上去 竟然违背神的命令 发怨言 百姓的不信 是因为他们选择性地看事物 他们只是看到困难 却看不到神一直以来的供应保护 以致他们被恐惧的情绪吞噬 这段经文 至少可以看出不信者的五种情况 三十二节 不信的人 没办法看清事实真相 二十六节 不信的人 会变得固执 违背主的命令 二十八节 不信的人 会埋怨神 埋怨领袖和同伴 二十八节 会夸大困难 三十节 提心吊胆 三十至三十三节 最可悲的是忘记神的恩典 鼎姐妹 我们有没有这五种不信的恶心呢 如果有的话 快快悔改 回转 信靠神 第二段 神对不信百姓的回应 三十四至四十节 神洞察万事 看透人心 神向不信的百姓发怒 以三件事起誓 首先 那个世代的成年人 都不得看见应许地 其次 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人例外 神应许他们能够得地 最后 神又应许 不知善恶的孩童 反而必得地土 第三段 八姓不治两利地进军 四十一至四十五节 面对神威严的怒气 百姓表面上 口里承认自己是得罪神 但其实 他们并非真心悔改 他们不听神借着摩西的劝助 他们一意孤行 才去争战 神已经不在他们中间 结果他们一败涂地 敌人好像风潮里面的狂风 被触动了一样 蜂蜂地追赶他们 一直追到很远的地方 第四段 四十六节 于是 你们在加底斯 住了许多日子 一句简单的说话 困括了 以色列人近四十年 在旷野兜圈的人生 他们没有向英雄地 踏前一步 直等到不信的一代 都成为过去 多么令人叹息呢 反思 在每个世代 神总会兴起少数 不跟从世俗 并且坚深靠主的勇士 耶夫尼的儿子 加勒 就是这一股的 俗世清流 其实 加勒和这些不信的 以色列民 是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 但是 他却是能够 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事物 当十位探子 被加南巨人 吓到的时候 加勒 对神 却大有信心 文素记十三章三十节 他安抚百姓地说 我们立刻想去得那地吧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 文素记十四章九节 加勒又鼓励百姓说 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只是 我们的食物来的 并且任备他们的 已经离开了他们 有耶和话与我们同在 不用怕他们 难怪 加勒得到神公开的称赞 文素记十四章二十四节 唯独我的伯人加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加勒不是短暂 敢跟从神 而是无论处境 信役 他都丝毫不要改变 一生之狗般 专一跟从神 根据 约书亚记十四章的记载 我们知道四十五年后 八十五岁的加勒 终于供取了 神应许 赐给他的欺负 让我们同心徒告 慈悲人爱的天父 当我们走在人生旅途的时候 总会遇上各种的巨人 叫我们望而生畏 求主 除去我们恐惧的心 赐免我们不信 或是小信的恶心 加添我们 如同加勒 那种的心志 一生之狗般 专一跟从你 求主加力 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